CBA3消息 郭世强遗憾落选 龚小斌有望出山 刘维飞谈刘传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S3 众手周知 那么目前的话 整个CBA是进入一个休赛期当中 那么各大球队的主帅 包括球员呢 也都是各忙各的 有些呢 如果说要参加国家队的一个比赛的话 那么目前呢 也正在集结集训当中 那么有些如果说没有国家队争战任务的呢 那么这段时间要么就陪伴家人 要么呢可能就回到球队参加集训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啊虽然说是处在休假期当中 但是整个CBA当中呢 也传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动态消息 那么接下来呢 也和大家具体的分享三个呢 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郭世强这一遍呢 那么就在进行呢 中国男的二队的一个整体大名单呢 已经是官宣了 除了球员的名单备受关注之外的话 另外一方面在主帅方面呢 郭世强是遗憾落选 而寒登呢则是成功入选了 在此前呢 其实啊曾经有球迷啊 包括媒体的爆料说的话 郭世强有可能呢 能够成为二队的一个主帅 而且在此前呢 他也是长期担任中国男的助理教练 他本身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从官宣的一个最终名单来看的话 郭世强呢 还是很遗憾错过了这份名单 当然其实目前来看呢 郭世强错过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此前蓝鞋已经是严正声明说呢 二队的教练必须呢 全职去带 带着这帮年轻的队员呢 去参加一个集训 以及备战 所以呢 郭世强下个赛季 还要继续呢 留在广州队去做主帅的 所以他确实呢 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呢 能够去兼顾二队的一个比赛 所以这一次呢 我觉得对郭世强来说的话 那么确实遗憾 但是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第二个消息呢 就是关于龚小兵的了 那么我们也是到目前呢 根据北清网的一个记者 宋祥的报道呢 目前的话 徐商所呢 下个赛季啊 有可能不会担任 三中队的一个主帅 所以目前来看呢 按照他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接下来如果说徐商所 真的有可能呢 离开这个主帅的位置啊 那么对于其他那些 西边民帅来说呢 无疑迎来了一个重大的机会 尤其是对龚小兵呢 这个啊 民帅来说的话 那么接下来 他的一个重新出山挂算呢 也是迎来了重大的利好 因为我们也知道 自从啊 龚小兵下课之后呢 徐商所就替代他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龚小兵来说呢 即便他是想重新回到三中队呢 似乎也没有他的一个位置了 但是因为本赛季 徐商所带队的一个成绩 实在是太糟糕 也引起了外界很多的一些质疑 所以据于这一点的情况之下呢 一旦徐商所离开的这个位置的话 对龚小兵来说呢 他也确确实实呢 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重新回到三中队职交 那么接下来可能呢 就看三中这边呢 和龚鲁明他们的一个具体看法 到底呢 是否要聘请龚小兵 还是说呢 再考虑其他的一些西边的主帅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可能接下来的话 还得继续再期待和观察一下 最后一个呢 要说一下刘威伟啊 和刘传心那些问题了 大家也知道呢 前段时间呢 刘威伟已经官宣呢 成为了青岛南南新赛季的一个主帅 所以接下来呢 大家很期待说 刘传心呢 这个曾经刘洋国外的一个球员呢 下一个赛季 是否会回归球队 回归西边呢 那么从目前呢 整体的采访来看 那么刘威伟呢 也接受了奇卢晚报的界面的一个采访 在谈到了刘传心的一个问题之后的话 他也表示说呢 目前呢 他正在隔离 但是接下来是否会回归球队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刘威伟呢 既然说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 目前来看呢 刘威伟接下来 因为青岛队的话 确确实实呢 还不能够确定下来 所以可能对球迷来说呢 接下来的话 还需要好好去等待一下 那么以上呢 就是目前呢 CBA在最近呢 发出了比较大的一个三个事情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充分一个了解 那么后续呢 我们也会继续呢 跟大家分享类似的一些消息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脑球 拜拜